公務員事務局計劃明年中將港區國安法加入投考公務員的基本法測試 有公務員團體認為,這樣增加投考難度,難以與私人市場爭奪人才 有進華報導 現在投考公務員需要先通過基本法測試 公務員事務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 提到為了確保新聘任的公務員對基本法和港區國安法有基本的形式 將會檢視基本法測試的考核內容 並且將港區國安法納入考核範圍,預計在明年中落實 有高級公務員團體認同做法 不過也有公務員團體憂慮,增加了投考公務員的關卡 會難以吸引人才 有些技工、前線的員工、物法牌、諸如此類的方式來說 其實它和國安法或者基本法很少的應用在這個工作上 它又說未來將會有公務員學院建議可以等申請人獲聘成為公務員之後再向他們提供港區國安法的培訓 有線電視記者 由進和報導